昌市冰柜上百满鸡蛋销量却不如预期 南韩情流感蔓延 使得鸡蛋在短短一个月内 就上涨了一千韩元 一盒三十颗的鸡蛋 已经来到七千韩元 让民众买不下手 鸡蛋的价格相较过去上涨百分之二十 至于鸡肉价格虽然稳定 但农历新年来临 民众担心市场价格波动 为稳定蛋价 南韩政府已经开始供应市场 一百一十二万颗美国鸡蛋 不只是鸡蛋 南韩水果也受到气候异常 和台风等天候因素影响 今年产量减少约百分之三十 这使得农历新年期间 水果价格较去年高涨百分之六十 尤其是苹果 梨子的价格持续飙升 民众为了过好年 只好紧缩荷包 中文社综合报道